美国政府又在偷偷的去卖比特币 预期那个消息 美国政府向Coinbase转移了4000枚的比特币 随后的价格波动在6万亿美金的一个情况 现在美国政府 钱包还剩21万枚的一个比特币 价值130亿美元 其实看到这个消息大家非常恐慌 美国政府都要卖比特币了 什么情况 其实它卖的案例还不少 那之前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 美国政府的话也卖过比特币 当时比特币价格在2万多美金的水平 说它聪明也不太聪明 卖了之后比特币价格就再次涨了一倍 那现在再次它转移到Coinbase里面 可能是有一个出售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进行OTC是吧 进行一个交易 我认为场外交易的概率大一点是吧 它卖并不代表行情可能会进行走路 以前它直接卖飞了 那这次是不是卖飞的一个动作 很有可能是吧 其实在过去的10年间 美国政府已经出售了19.5万枚的一个比特币 获利超过3.66亿美元 当然它一定是获利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只是会抄别的价是吧 就罚别的款 或者是通过一些刑事案件来获取它的比特币 这大部分的币都不是它买来 都是靠抢劫掠夺过来的 所以那个SEC差不多性情罚款了是吧 这种差不多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操作 那最近的一个门头勾的一个事件 抛售并没有去给市场带来多大的播种 相反我更担心的是 在6月28号的一个期权 也就是在明天的一个期权的一个到期 如果说明天的期权到期 比特币的价格低于6万美金 那么多头的损失会非常巨大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清算 大家也可以看到 清算的位置 6万美金是非常大的是吧 那很多的一个多单的话 会被清算掉如果低于6万美金 那大家的押注这一波会上涨 可是它的价格却出现了一个回调 所以等到周五之后 我就没你再去操作 特别是美国时间的周五是吧 过了美国时间周五的一个期权 如果走完之后 你再去操作 可能会比较安全 因为现在它确实 已经跌破了这个大级别的一个上 上两通道是吧 这位置确实是被击穿了 如果正义上的出现一个 14级的一个回调 那一定去跌到4万多美金 目前来看 没有那么悲观了 它在这个位置 过完周五之后 如果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利空消息 它依旧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反弹了 它不会让这个牛市结构走得太难看了 因为现在牛市还没有结束 那大部分因为牛市已经结束了 但冷眼不这样因为是吧 即便说它现在的走势不太乐观了 但是我们也要严正去看待 这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它这个支撑点是在 这个五万五千多美金的水平 这位置是有机会跌到 但是能不能在明天或者今天出现跌破之后 要快速反弹了 我们要去密切关注这一点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是 加拿大这边可能会通过这个SO1的现货ETF 所以SO1目前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以太坊的话也会很快会通过 那最快以太坊是在7月4号的时候通过 以太坊的现货ETF上线交易 在美国这边是吧 所以也很快了 所以为什么以太坊的价格是比比特币走得强太多 它依旧是在这个下线通道当中 但是它并没有去跌破它这个大级别的一个走势 3200这个水平 那这个下线通道的下方支撑已经来到一个3200 这个还是下方的位置 那现在的行情来看 它并没有想要去继续向下低的一个情况 那比特币在近两天的一个线货ETF的流入量 也是出现一个正向的流入 说明行情正在一个向好的一个发展 那之前出现一个流入状态 还在差不多12、13天之前 也就在两周之前 所以它再次出现一个正向的流入 我认为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消息 但是大家也不必太乐观了 因为现在一定要先等到它周五期权清算92亿 是吧 所以 我没有去认真对待了 是吧 现在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波动 该买的啥还要买 是吧 像主流币这种 但很多人认为 这轮的行情没有一个山寨计 我认为山寨计很快会来了 所以要去抓紧时间去参与 而且等到它启动的时候 你再去买 那就没有太大机会了 是吧 该买还是要买的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账户 大家可以点击我视频评论区下方的链接这里 就可以去注册交锁链接 注册之后 你可以去免去百分之60的手续费 并且还有百分之20的一个反线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对能力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订阅 当年频道 该来还是会来的 不用担心 好 我们下期见 拜拜